三星蔥 玉米金七菜 前三星鄉長黃岐庸 帶著大批農民 拿著乾扁的蔥苗請命 因為宜蘭標誌性的農產三星蔥 已經長不出新芽奄奄一息 三星蔥失去原先的翠綠 變成乾巴巴的土黃色 沒了生命力 横倒在地 簡直跟枯黃的稻草沒兩樣 掀開蔥葉 裡頭更是 滿滿的甜菜葉額幼蟲 都是小蔥有沒有 農民看了 欲酷無淚 所有都六七成 現在連種苗都沒有 這個計劃已經全均覆沒 根本就連一百公斤也沒有 宜蘭快兩個月沒下雨 加上三月起開始的蟲害 導致三星蔥大量死亡 無法收成 約有一百一十五公頃的 三星蔥田都被棄根 農民損失高達一億 一千五百萬台幣 卸本無歸 要請求政府幫幫忙 如果我都補助 這是統合的解決方法 日本這裡的最困難 但有的長官什麼 甘道什麼樣的 農委會接到陳情後 也啟動救災相關辦法 讓辛苦耕種的農民 能夠得到合力補助 記者林醫生 宜宣宜宣 宜蘭採訪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颱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